大家好,我是Stan 有看韩剧特朗里的人应该知道 这部戏里韩国人普遍使用的 什么什么娘,什么什么脓 五花八门的脏话真的是每集都会出现 而且都非常有现实感 但是如果是透过这些影片 有努力学习的乖宝宝们 应该百分之八九十的脏话都能听懂的 那剩下百分之一二十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想说脏话的你 不是,为了不想被别人欺负的人 什么事 不想被欺负的人 韩剧特朗里的经典台词中 你一定要知道的两句话 这句话看Deprits提供的字母的话是 靠你这穷酸女 念了点书就彻底成了个贱女人 可能是因为低俗语太多 所以不太好翻译 但是这样翻译的话 还是少了那一点点感觉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词 真的是我小时候 啊不是 韩剧人小时候常常会使用的一个贬低词 它其实跟西班写成十八 一样 原本是 但怕被过滤 所以才会写成 它真正的意思是男性的包皮垢 就是男性生殖器官内皮里的 总之表示非常不起眼 微不足道的存在的意思 同学们之间的话 有一些比较会玩会打很强的同学们 相对也会有很弱的同学们 很弱的同学们 不敢顶撑很强的同学们 这个时候很强就会对很弱说 就是彼此对方非常弱 什么都不是的存在 不过 九宝跟十八这些不一样 虽然是低俗语 但不算是脏话 稍微能知道 然后就是 以前在韩国朝鲜时代称 奴婢奴婦等 建民阶级的人是 这个仓后来演变成了 语气比较重的 所以 所以湘女跟刚才的十八女一样 都是比试女生的时候 使用的非常不好听的脏话 我问了周围七个韩国女生 你比较喜欢湘女还是十八女 七个人都说 湘女比十八女下流 我也一样 如果有人对我说十八男的话 我的反应是 如果有人对我说湘男的话 整理一下就是 就这样我们今天学过了 秋宝与湘男的用法 学以致用 如果有韩国人 上司前辈学长一老卖老的话 你就可以自言自语的说 你真的会被打的 或者是 如果有韩国朋友 向你求帮助的话 你就可以做 天使般的笑容后 对他说 你一定会是去 美人的韩国朋友 对 啊